以不限主题高额创作扶植金与协助媒合出版且保证出版 甚至是出版后补助购书等创国内先例方式办理的好会亚奖迈入第三届 高士图欢迎怀友出版的绘本创作者踊跃投稿 让自己有机会美梦成真 高士图的好会亚奖的话从2019年开始创办 那这个特色的话非常的特别 就是我们是征求一个绘本的提案计划这样子 那这个计划的话美安会支出最高30万元的扶植费用 那扶植了之后呢还会出版媒合 然后把你介绍给出版社 那介绍给出版社之后就会确定是哪一个出版社之后 我们就会让你跟出版社的编辑可以互相的讨论作品 那也会有资深的作家来做协力 那成功出版之后高士图这边还会购书 然后再作为国内坏的图书馆的馆藏 好会亚奖过去两届已累计出版超过10本绘本 其中不乏入围国内外奖项 甚至获得国外出版机会 因此高士图持续号召 并在今年开放入选的提案计划 有一周时间进行调整与优化 让创作者能以最佳提案进入决选 只要是有入选了之后 这入选的20案的创作者呢 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出版媒合会 那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都会想要给出版社最好的样态 所以我们就规划在初选入选的时候呢 可以让这20案的创作者可以再编修自己的作品 那超过一个礼拜把作品做到最完美了之后呢 就可以再参与复选 那复选的时候 评审就会再以这个更新后的作品再做评选 然后再选出一个最棒 再选出三案最棒的得奖作品 除了协助创作者出版作品 高仕途也会在每年上半年举办绘本创作班课程 邀请夜师分享经验并引导创作 相关开班资讯也将公布在官网社群粉丝页 那我们高仕途举办的这一个 好会啊绘本人才福祉计划 它其实有包含三个部分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奖项的话 其实我们还有创作班 那我们每年呢都会在上半年度的时候 办理一个绘本创作班的课程 那透过50个小时的一个完整的绘本训练 然后让你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绘本作家 那今年度的话 预计也会在年底有更新的消息 欢迎大家要追踪我们高仕途的FB或者是官网 为培植更多本土绘本创作人才 高仕途从过去收藏角色转变为培育者 透过每年一次的创作班与双年制的好会亚奖 培育人才也支持出版业界 借此为读者提供更符合在地阅读口味的绘本作品 记者积分才报不到